小蜜,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啊 中國童話一月的故事 對,我們今天等了,隔了多久啊 可能有三四個月喔,半年 然後再回來講這個 中國童話一月的故事 因為之前好像不知道為什麼這種段 我們今天要開始 接著繼續講 之前講到1月13號 1月13號好像是 是什麼故事 1月13號是 遙遣術的故事 那我們接著講1月14號 1月14號是 狄青 你認識狄青嗎? 不認識,那我們來聽聽他的故事 狄青智取崑崙關 這就是狄青喔 他臉上掛著銀色面具 然後呢 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戴面具欸 不知道故事裡面有沒有提到 和土匪呢 農至高作戰 我這字真的小到一個不行 距離這麼遠看不清楚 所以呢,他就是要幹走土匪就對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故事 很快的明天就是元宵節了 今天我們先說個狄青的故事 看他怎麼利用元宵夜 打扮凶狠的土匪 宋朝的大將狄青 本來是個窮人家出生的小兵 但是由於他勤練武功 勤襲兵法 人又很聰明喔 所以很快的就立了很多功勞 獲得皇帝的賞士 一直升到軍隊裡的大元帥 等於就是校長一樣的職位就對了 在學校裡面是最高的統領 叫指揮嗎? 欸,對對對 成為宋朝一個偉大的將軍 就叫指揮大將 欸,對啊,在樂團裡面就是指揮 然後在學校就是校長 做什麼? 他做什麼? 別人都會聽他啊 對 有一年呢 宋朝南邊出了一個叫做 農至高的兇狠土匪 帶領一批人到處作亂 他們不但搶劫糧食 還殺人放火 欺壓善良的百姓 不久呢 就佔領了中國南方 好大的一片地方喔 宋朝的皇帝和大臣們都很著急 雖然派出了兩名大將帶兵去鎮壓 卻都失敗了 因為農至高的軍隊非常的永恆 而且啊 他在亮山的大本陰 有個名叫昆倫關的關口 地勢非常險要很難攻打進去 所以所謂地勢險要就是那個地方 人不太容易進去 要進去非常困難 所以呢,大家都不容易把他攻打下來 最後在大家都很苦惱的時候啊 狄青卻主動呢 要求帶兵去攻打農至高 他信心十足地對皇帝說 我有把握打敗農至高 收復南方的師徒 哇,他怎麼那麼自信啊 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他是不是有想到好辦法 於是呢,狄青就率著兵馬向南方進軍了 抵達南方的廣西省後 狄青發現當地的民眾 對土匪農至高 害怕極了 也不願與宋朝的軍隊合作 他們既不願捐獻糧食 也不肯加入狄青的軍隊 來幫忙打土匪 狄青覺得非常苦惱 更糟糕的是 連狄青自己的部將和士兵 有受到當地民眾的影響 沒有信心作戰 事蹟非常的低落 所以重點到 不管做什麼事情 重點就是信心 你有沒有信心 我有 有,有信心我們就可能會贏了 我看到你的信心了 這就是你的信心對不對 啊,這可怎麼辦呢 狄青看到這種情形啊 心裡想了又想 終於想出了一個計策 他知道當地的老百姓 最崇拜山神廟裡的山神 於是有一天 他率領了他的部隊 來到山神廟前 向山神祈禱 求神保佑他打聖仗 當地的人們聽說 大將軍狄青參拜山神 都很好奇的跑來看 一時啊 山神廟前的廣場 擠得滿滿的 所以當時是沒有什麼明星的 沒有什麼周杰倫啊 蔡依林啊 也沒有什麼卡通人物啊 那種什麼敲壺啊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 將軍就覺得很厲害 大家都跑來看 很酷 哼 只見狄青虔誠的又莊嚴的舉著一炷香 向山神很恭敬的拜了三拜 然後大聲禱告 山神啊 這次為了解救百姓的苦難 我要率兵和土匪農至高作戰 我請山神保佑宋軍得到勝利 接著呢 狄青抓起一大把銅錢 又大聲的禱告說 山神啊 我手上有100個銅板 如果山神願意幫助我們打勝仗 那麼請山神顯靈 讓這100個銅板丟出去後 落地時全是正面 這機率應該蠻低的 你把100個銅板同時丟出去 然後同樣的都是同一面 就已經很難 而且還要都是正面喔 說完狄青就站起來了 手裡捧著滿滿的銅板 兩眼注視著四周的人們 大家都安靜下來了 嘩啦一聲 狄青向空中拋出了100個銅板 銅板又叮叮噹噹的落下地來 所有的人們都紛紛把頭湊向前去 仔細的看 一個正面 兩個正面 三個正面 欸 哎呀 居然100個銅板落在地上 都是正面耶 太厲害了 100個都是正面喔 很不容易 這真是奇蹟 一定是山神顯靈了 答應保佑宋軍打勝仗 老百姓啊 經不住都歡呼喝采起來 你覺得有可能嗎 100個銅板都是正面耶 嗯 狄青很慎重的派人 把銅板一個個 用釘子釘勞在地上 他宣布說 我要保留這個山神顯靈的奇蹟 等宋軍打勝仗回來 再到山神廟前拜謝 這下子啊 所有的人都深深相信 宋軍一定會打敗土匪 老百姓呢 從山神廟回去以後呢 都向宋軍貢獻了米糧 年輕的壯丁也紛紛加入攻打農智高的行列 軍隊的士氣突然變得十分高昂喔 你看大家都有自信心的 覺得你一定會做到的話 就更可能會做到 如果你沒有信心就可能會輸啊 大家都摩拳擦掌 一心一意要把農智高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有啊 你看我在摩拳擦掌 我準備要去打那個土匪 你摩拳擦掌了嗎 有齁 好 人們都說 這回有山神保佑 我們再也不怕凶魂的土匪了 時機已經成熟 可以跟農智高展開一場大戰了 但是呢奇怪的很 狄青卻不慌不忙 也沒有下令下兵下發兵作戰的命令 正好第二天是農曆的正月十五 也就是元宵節 這在我們中國呢 是個非常盛大的節日 照習俗 人們到了這一天 都要砸出美麗的花燈 城門也整夜不關 讓大家通宵歌舞玩樂 狄青宣布說 大家辛苦行軍了這麼久 連熱鬧的新年也沒有享受 這樣吧 趁著元宵節 我們官兵放假十天 大家好好玩一玩 狄青的部將們聽到這個命令 都覺得很奇怪耶 認為應該是趁著士兵 鬥智高昂的時候 進軍才對啊 為什麼要休息十天呢 但是命令下來了 也只好跟著盡情歡樂 大吃大喝起來 你覺得為什麼突然要休息啊 狄青到底在想什麼啊 他在賣什麼葫蘆 葫蘆你在賣什麼藥 好啦 繼續看喔 農智高派來的密探之道了 趕快回去禀告 農智高 農智高心想 恩 狄青的軍隊十天內不會攻過來 正好 我和我的部將也得輕鬆一下啦 於是呢 他們也大吃大喝起來了 原來是七敵術啊 你告訴他你不會來打 所以他就放鬆了 放鬆下來 然後降低戒心 第二天晚上呢 狄青跟幾個部將喝酒喝到深夜 中途借口要回銀房休息 卻悄悄的帶著武器 換上百姓的衣服 摔著一小隊人馬 偷偷的向昆仑關警罰 因為城門整夜不關 所以沒有人發現他們出城了 一輪滿月當空罩著 他們從另一條山路 乘著月光 悄悄的繞到昆仑關外 幾名身手敏捷的士兵 偷偷的爬上關門 從背後呢 把毫無防備的土匪 一個個打昏了 然後呢 打開關門 讓宋軍進來 就這樣 狄青靠著智慧和一小隊人馬 很迅速的就佔領了 最難攻下的昆仑關 哇他打了第一場勝仗欸 就光靠這個計謀 他就取得第一場勝利 重點是這還蠻 怎麼講 風險還蠻高 萬一對方以為他們要玩樂 他就跑來攻打他們怎麼辦 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 好繼續看 隔日清晨 其他幾個部將 看到狄青留在營房裡的字條 立刻依照狄青的指示 直奔昆仑關 跟狄青會合 準備以全部的人馬 由昆仑關 直攻龍志高的大本營 龍志高呢 得到昆仑關失守的消息後 還醉醺醺醺的 沒有醒過來呢 在慌亂中 他跨上馬出去迎戰 狄青遠遠看到了 一聲令下 埋伏在山谷兩側的頌軍 一下子衝殺出來 咕咚 鼓聲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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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的響 宋军兩隊左右夾弓有時右前後圍弓 只把濃至高的軍隊打得七零八落 哇 所以喝醉酒的時候沒有辦法打仗對不對 不能喝醉酒知道嗎 你好嚴肅 你好認真的看我 狄青頭盔戴著 嗯? 什麼? 誰打贏 誰打贏 狄青啊 狄青頭戴著頭盔 臉上掛著銀色的面具 披散著頭髮指揮大軍 遠遠望去呢 真是有如天神一般 不是啊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啊 狄青在這邊啊 他戴著那個面具啊 還記得嗎 他打敗了那個 他打進了昆仑關啊 遠遠望去就是有如天神一般 濃至高的部將啊 也都以為有天神在幫助宋軍 嚇得都失掉信心 拼命逃走了 狄青的軍隊果然打了一場大勝仗 高唱的凱旋歌回來了 過了幾天 狄青帶著很豐富的禮品去拜卸山神 廟前又是擠滿了人 狄青跪拜了一番以後呢 派兵把地上釘銅板的釘子拔起來 翻開來一看 呵 你發現了嗎 居然這些銅板並沒有反面 兩面都是正面的圖案哦 你看狄青耍 呵呵呵 我不能講髒話 他心機還蠻重的 他耍得小計謀 所以他所有的銅板都只有正面而已 這是他自己特製的銅板 狄青呢 對圍觀的軍民百姓說 這100個銅板都是我預先派人特別鑄造的 才會面面都是正面啊 原來這段山神顯靈的情景是狄青為了提高明星士氣 故意安排的計策 狄青呢又微笑著說 信仰山神固然很好 但是從這件事我們可以覺悟到 天助不如自助 只要有勝利的信心 我們宋朝的軍隊一定會百戰百勝的 所以信仰很重要 但是要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 就是狄青的故事告訴我們 你相信你自己嗎 你相信你可以喝完這碗紅豆湯嗎 喝得好大聲哦 呵呵呵呵 呵呵呵好啦 這就是狄青的故事了 狄青的故事 對不對 這個故事叫什麼 好 這故事叫做狄青智取昆倫館 彈曲好聽嗎 好聽 好聽 我也覺得不錯 你看我紅豆湯都喝完 都喝完 這剩紅豆 好 結束了